环金木昨天召开第五次碳费费率审议会 虽然费率没有正式决议 但委员初步建议 一般费率的起征价格在美工顿300至500元 预计2030年将调升到美工顿1200到1800元 绿色经济是全球大趋势 台湾也得开征碳费 审议会初步建议一般费率起征价格定在美工顿300到500元 预计2030年后将调升到美工顿1200到1800元 部分业主认为可能会让经营成本增加 增碳税之后有可能让厂商的成本拉高 第一个想办法就是降低它的排碳 第二个就是转嫁给消费者 三三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就认为 基本工资调涨碳费也要开征 将造成企业成本至少增加10% 建议碳费课征标准 应将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纳入考量 初期碳费每顿应不超过新台币100元 避免造成绿色通膨 他更指出相较于日本韩国跟新加坡 碳费征收都低于台湾 对此环境部则表示 台湾一般费率的起征价格虽然较高 但企业自主减碳也会给予费率优惠 而一般费率跟优惠费率有适当差距 企业也会有减碳诱因 对于民生经济没有直接影响 碳费征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再观察 但碳费该怎么收还得多方讨论 这是陈寗盖尔蒂 台湾报道